新冠本土疫情 單日新增了二點七萬多例的確診 連續九天升溫 指揮中心指出第三波疫情開始 而且速度很快 同時也警告國內的重複 確診比例增加到了百分之五 今年的重複感染累計就突破十萬例 新冠本土連續三天破兩萬例 二十九號週四新增兩萬七千 八百零三例本土病例 比上週四同期增加近四成 疫情已經連續九天升溫 中重症有一百五十七例 死亡則有三十六例 疫情指揮中心表示 第三波Omicron疫情確定開始 而且增加速度很快 今年重複感染人數累計破十萬例 呼籲民眾儘快接種 畢業點五次世代疫苗 王必勝表示歲末年中將近 建議民眾參加跨年等大型活動時要全程戴口罩並避免飲食 長者及幼兒應避免參加人潮擁擠的活動 而尾牙聚餐時除了飲食需求脫下口罩 與人互動聊天時還是要戴上口罩 聚餐 尾牙 如果你在用餐的時候 當然是會把口罩拿下來 那如果要去活動 或者是去跟大家寒暄 或者是互動的時候 儘量還是把口罩戴好 避免這個被傳染 此外明年元旦起也有防疫政策做調整 包括不具健保身份的非本國籍人士 在臺確診新外肺炎 隔離治療費用需自付 另外入境0加7自主防疫期間 如果有必要前往醫院及長召機構陪病 探病及探親 也修正為當日快膳陰性就可以 至於外界擔憂 中國邊境大解封 恐怕衝擊臺灣疫情 指揮中心表示 中國北京主要流行病毒株為BF.7 仍屬於Omicron BA.5的分支 而國內前一波就是BA.5 因此就算是BF.7入侵 傳播可能性也較低 記者 辣水民莊智成 台報道